其实谢长平可以考虑作为支持的人物 看好马英九的人包括企业界越来越少 那谢长平做的比马英九好太多 马英九虽然不是四智商八十 可是我想很多人会觉得他显得笨 马英九你是个蛋头 我是认为他们两个在辩论先天上 就谢长平占了绝对的优势 马英九那么笨他怎么做总统啊 原来马英九他的善良的表情后面 他是一个这么精算选举厉害 毫无理想价值的人 如果马英九这种案子可以判无罪的话 那法院以后不要抓任何的贪污犯好了 马英九他继续这样下去 我们是可以考虑投谢长平的